位在泰山明治路一段 也就是靠近泰山高中旁边的一处公车站牌 因为附近都没有棋楼还有屋檐可以遮封闭 让许多民众还有学生在等候公车的时候 必须忍受日晒与林之苦 所以地方人士就建议可以在这个地方的 增设一座后车厅照顾大家 所以为了改善这项问题 21号上午新北市议员寿民中服务处 也特地邀请了相关人士来到这里进行会看 共同研议解决的办法 位在泰山明治路一段泰山高中校舍旁的公车站牌 由于周遭没有棋楼或屋檐 许多民众和学童在等候公车时 都必须忍受日晒与林非常的辛苦 地方里长见到这样的状况心里相当不忍 便请托市议员寿民中服务处协助 希望能够在此处设置一座后车亭 以帮面民中使用 21号上午便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里面反应在这里等车的时候 通通没有折风 下雨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在这里 所以我帮请我们议员 我们宋议员以及我们区公所一起来废刊这个后车亭 让我们这个里民在这里等候车子的时候有好的地方 还开个避免 原以为这块用地是泰山高中所有 但经公所详细查核发现是私人土地 为获得地主同意 交通局无法新建后车亭 里长表示将会努力向地主游说 以便取得同意书 在征求地主点投并取得同意书之后 市议员送民众服务处将会督促交通局紧速发包施工 新建完成之后 民众在等候公车时再也不必忍受日晒雨淋 永迦乐记者泰山采访报导